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的客户您好 这里是丁州市古森疏控社会有限公司 我是小和 现在就由我来讲解 那个疏控曲线区的安装一条式 首先我们需要拆包装 产品运到客户家 需要的是软素包装 这两个三个部分 这两个部分是在一起的 到了以后客户首先要把这个控制柜拆下来 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然后把这个软素包装拆开 首先我们需要用的工具 来个特写 第一个工具就是三个扳手 一个22、24的 还有一个12的 还有一个27、30的 第二个我们的机器需要调水平 需要用的水平尺 然后支角尺 两个大小各一个扳手接电用 然后一套六角扳手 第二部分就是机械安装部分 机械部分需要有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就是这个锯身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是锯头部分 运输过程中我们会有两个固定块 三个固定块 这一块那里 还有锯头部分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固定块 首先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三个固定块拆下来 拆装的时候呢 注意安全 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 可以需要佩戴一些保护措施 比如手套之类的 现在我们就会告诉它 好 现在我们讨厅 做 request 到开机器 found 对了 到大机器 好的 跟后来 三个固定 三个固定 两个固定 拆完以后呢 左边的连接块放在左边 右边的连接块放在右边 螺丝放到一个围定的位置 拆完了以后呢 把第二部分呢就是 把这个巨头对到巨身上 然后完成对接 开始 刚才呢咱们已经把巨头对接过来 对接的时候呢注意 这里四个螺丝孔 要和这个连接块的四个螺丝孔眼 要对接 保证咱们的螺丝能瞬间的拧上去 然后呢 对接完成以后 咱们要调这个 平台的底面 这个黄色的平台的底面 高一公分 这个地方呢可以量一下 这个底面和这个 这个 巨平台的这个黄色平台的底角 高一公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公分的位置 好 然后呢 然后呢咱需要调水平 巨头 需要调水平 然后巨身 也需要调水平 调水平的位置呢 可以 可以通过巨头的四个脊角螺丝 这种底角螺丝 四个脊 然后巨身的四个底角螺丝 来调整它的水平 调整要求 要求调的 轨道水平轨道 水平 两边 那边也是一样 然后呢 歪轴方向 歪轴方向 方向 这个里边 这个轨道 也是水平的 这是巨身部分的水平 然后呢 再讲一下巨头部分的水平 巨头部分的水平呢 在这边 这边 这个旋转的 旋转的平台 这个旋转平台 需要调到 横向水平和动向水平 动向 动向水平 还有这个 上面下也是水平 这是水平部分 水平部分 咱们调好以后呢 接着就是安装去调 安装去调的时候呢 咱们把门子打开 门子打开以后 咱们先把这个家具器松开 家具器松开呢 需要用到的是6毫米的 6毫米的6脚扳手 还有12的扳手 开口扳手 把它松开 放两边 放两边 底下 底下的家具器 还有这个 挡成板 把它拿下来 加具器 加具器松开 这个纵向的加具器 需要用到12的6脚扳手 都把它松开 松开以后呢 把这个小门打开 把锯把锯轮 大轮 放下来 开始把它锯条 把锯条装上 锯条的装的是 安装的时候呢 注意看到这个锯齿的方向 不要把锯齿方向 保反了 把锯条挂上 挂上以后呢 把这个大轮 往上 往上调节 松紧呢 适中 不要用太大的力 锯条的松紧呢 要适中 不要用力过猛 然后呢 咱们 咱们的锯齿部分 要离大轮 离大轮 这个位置 这个尺寸 锯齿的 头端 是6.5毫米 也就是正负0.5毫米左右吧 不能超过 不能太长 也不能太短 就是它的距离 做出来的距离呢 现在呢 调节的时候是在这个巨头的背面 巨头的背面 这里 这里是调节上面的这个大轮的垂直度 然后来调节那个漏出来的长暖 下边呢 是通过这四个螺丝来调节 底下还有一个螺丝 调节完以后 调节完这个锯齿和这个大轮的距离以后 它这个才保证这个锯齿和我们的这个巨头的轴心在一条线上 巨头的轴心 这是巨头的轴心 在一条线上 然后咱们就可以调节这个夹具器 调节夹具器呢 两边横向的加巨轮 贴紧巨条 然后留出一张纸的距离 留出一张纸的距离 不要贴得过紧 后边呢 后边这个巨轮贴紧巨条 下边的桶里也是一样的 下边 两个夹具器也是一张纸的距离 还有后边的这个顶巨条的这个周程也是贴紧 这边的的鸟里也是贴紧巨条 下边的鸟里也是有提供的细 下边的鸟里也是有提供的鸟里 可以用室的鸟里也有提供的鸟里 还有这边的鸟里是有提供的鸟里 这都出了文化了 谢谢观看 好 都整完以后把这个挡盆板装上 把上下两个门换好 这条安装好以后 安装好以后 然后咱们 把这个平台和这个锯条 这间这个锯条要调垂直 如果不垂直呢 然后就调一下锯身的那个高度 来调整它这个垂直度 一定要保持垂直 这样所有的锯头对接完成以后呢 锯条也装好以后 然后就把这个对接件 对上这螺丝孔安装 安装的时候呢 先不要把这个螺丝拧紧 然后先把四个螺丝都装好以后 再进螺丝 第四个螺丝儿 放约了 等一下 这边 好 现在OK了 现在讲这个速控锯的电器安装 电路安装呢 我们的最深部分的电路在厂家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锯头部分呢是分开的 分开的有两块软管 把这两块软管先要对接 对在一起 然后呢装到什么地方呢 装到锯头的这个位置 软管固定完毕以后呢 软管固定到那个位置 软管固定完毕以后咱们就开始接线 这个线管里边呢一共有四根线 我现在分别说一下它的作用 这一根线呢是锯头的锯头的信号线 它上面带着一个绿色的沙头 然后锯头的动力线 也就是咱们锯的那个主轴的动力线 这是三根线 这头四根线的呢是四伏的输出 四伏输出线 上面上面标着UVW 还有一个接地PE PE接地 这根呢 这根大的插头的 这个是四伏的信号线 咱们把这个 把这四根线呢 都要穿到这个箱子里边 穿之前呢 那要不先把这个 这个塑料的螺模拧一下 穿到箱子里边来以后 把这个软管这个螺丝螺模上紧固定 接线呢咱们就用到有螺丝刀 首先呢把这个信号线 这个绿色的沙头 然后在箱子里边也有一个绿色的沙头 咱把它对齐插好 不要插反了 插反了你也插不进去 然后咱们接巨头的动力线 巨头的动力线呢分为黄 蓝 棕三个颜色 然后分解对应到上面的三条线 顺序呢咱们先不用管它的顺序 然后稍等调试的时候呢 看看那个巨头的反正段 然后调节 这是巨头上的这两根线 咱们就把这两根线 接完巨头这两根线以后呢 咱们就把这个线 这个巨头的这两根线 一个是动力线 一个是信号线 穿到前边去 到前边 前边呢 开始吧 开始 前边呢有三个巨头驱动 巨头驱动呢它有X轴 Y轴和Z轴 咱们要看好 30%接到Z轴上面 Z轴上面 别的都接好了 X轴 Y轴全都在厂家已经接好了 只有Z轴 Z轴这时候呢 接这四根线的时候 一定要区分好这个线序 UVW对应的接上 然后PE呢是接到这个接地上面 对应的UVW要接好 限须不能错 电接好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二层上面 包装里边带着一个键盘 一个手标 然后咱把它拿出来 把这一层拖出来 拆包装 把这个键盘鼠标装上 键盘呢和鼠标的两个插头呢 然后咱们就把它 弄到电脑这个地方来 按照颜色 紫色的是键盘 绿色的是鼠标 把它插到电脑上 都是PS口的 来 插好 别的线呢我们在厂里呢 已经安装好了 如果到的时候呢 你要把它紧一下 看看有些地方松动的话 可以把它来重新插一下 好香 内部的电路装好以后呢 咱们需要接电 接电呢 咱们需要用的是四芯 至少四芯的电缆 四芯呢 它这个平方数是必须要大于等于2.5平方 然后是四芯的 四芯的 然后分零线 零线必须要区分好 接的时候呢 从底下 这里有一个孔 有一个接线孔 有一个接线孔 上面的接线孔在这里 穿过来 接到这个空开的上面 空开的上面呢 它会分 分L1 L2 L3 还有D 还有零线 N 要区分好 必须零线和三根火线要接对 不能接错 去分零线的时候呢 咱可以看看下边接的线 下边的蓝色的线呢 就对应的是零线 红色的线呢 三根红色的 就是对应的是火线 然后咱们接的时候不要接错 尤其是零线 可笑 四条线接好以后呢 把这螺丝紧住 不要生动 然后呢 现在咱们是黑色的是零线 绿色红色和黄色是火线 然后咱们再按照这个线序呢 把那个动力线接好 第四节气炉安装 气炉安装呢 我们的车床里边 在厂家已经安装完毕 这里 在这个巨身的后边有一个气压表 我们呢 只需要用8毫米的 8毫米的气管 直接把它插在这个蓝色的 孔的位置 插上 就行了 然后呢 把这个线 气接上 接上以后呢 咱们可以调节气压 调节到四个 四个压左右 调节 四个气压左右 具的机械部分和电路部分还有气路部分呢都安装完毕以后 需要我们的操作 操作呢 一定要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呢 我们要有安全注意事项 操作完毕以后呢 操作的时候不能戴手套 这是第一点 然后呢 咱们在操作之前必须要认真阅读 具头上边的注意事项 安全注意事项 现在呢咱们的机器就安装完毕了 安装完毕以后呢 咱们需要调室 调室的时候呢 咱到后边先把电送上 这里打开门子 咱们的电已经安装完毕 安装完毕以后呢 咱们把这个公开的开关和上 和之前呢一定要看这个机器的旁边有没有人 把这个公开呢也合上 合上以后呢把门子要关起 就是在这个控制箱的右侧 右侧这里有一个电脑的开机键 上面呢是on off是开机键 下边呢是充起键 和咱们家用的电脑是一样的 咱们就按开机键 把这个键盘呢可以抽出来 抽出来以后呢 咱们这 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放鼠标的一个平台 再把它抽出来 把鼠标 放在这个位置 以后呢咱们呢 咱们的屏幕下边有些面板 面板呢这里有上面呢 对应的有咱们的每一个开关的意思 出厂之前呢这个集停是关闭状态的 咱们可以把它往右 按照箭头的方向我右旋 把它旋上来 然后呢第二个加料 加料这个部分呢是咱们呢去针上边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加料 我可以动一下让它看一下 这样是打开状态 这样 下来呢是关闭状态 然后 是压料 压料呢是这一个 这一个滚轮 然后 咱现在呢是关闭 现在是一个关闭状态 然后咱打开 打开呢它这个压料轮会升上去 第二个呢 这还有一个聚保护开关 聚保护开关呢是一个 是一个安全装置 安全装置 这一个开关不开的话 这个聚的主轴不会启动 这个现在看不出什么东西 然后私服的开关 咱们可以先把私服打开 打开的时候呢是按这一个 然后它的电源灯会亮起来 亮起来以后呢咱们可以看一下 咱们可以看一下 下边的私服呢 咱们要就送上电了 显示零 这是正常状态 然后它走的时候呢 会显示不同的数字 脉冲数 私服开 这是相对应的呢 私服关 也就是关掉 关掉私服的电源 这是开 这是开 这是关 并不是说一个开关 这是两个的 下面这些开关 咱们调试完毕以后呢 咱们就需要 打开咱们的控制软件来调试 调试 调试两个内容 一个内容呢就是咱们的私服 私服的运动方向 和运动那个床度 然后呢咱就调这个主轴的运动方向 咱们这个电脑呢 咱这个显示器呢是触屏的 它可以用这个触屏来打开 然后也可以用鼠标键盘 这个都可以 控制软件呢是这一个 补森受控木工取线带锯 这一个控制软件咱可以双击打开 打开以后呢它这里有一个软件复位 软件复位它一直在闪灯 咱们先把软件复位点一下 把它取消 取消复位 复位以后咱们可以先调一下主轴的这个转向 主轴的转向呢 这个锯保护开关呢先打开 打开以后呢它这个锯呢是不会转的 然后咱把锯开关打开 打开 打开锯头呢是不会转的 然后咱把锯保护开关 打一下 打一下呢然后就马上再开开 看一下它的转向 这个锯条的转向呢它是自上往下转的时候呢 这是正向 自上往下转的呢是反向 如果反向 现在是正向啊 现在是正向如果反向 咱们就是刚才接电的时候呢咱们说过 反向的时候呢是怎么来调节 调节的时候呢是调这个 这个这个主轴的动力线这三根线的线序 任意调节两根线的线序就可以把它的方向反过来 刚才呢咱们已经把这个锯头的这个主轴的转向咱们已经调好了 调好以后呢咱们再调运动系统 运动系统呢咱们这里有咱们车床呢分为X轴 这个横向的左右运动为X轴 然后呢动向呢动向的这个 夹料盘的前后运动属于Y轴 巨头的旋转属于Z轴 巨头的旋转呢属于Z轴 然后现在调试运动的方向也是 软件复位点一下把这个软件复位掉 然后呢用鼠标或者用手指呢可以动一下这个方向 然后左箭头就当然就是这个平台 就是往左往左移动 右箭头呢就是往右移动 要看一下方向 这个一般呢不会错 然后这个Y轴也是 就是D轴 往这边呢是往左旋转 往右旋转 调试无误以后呢 反正就可以进行操作 机器调试完毕以后 咱们就需要用到操作 操作呢也是 还是打开咱们的操作软件 打开操作软件以后呢 第一步呢软件复位 点一下 然后绿色灯亮起不闪烁 第一步 都是要把这个三个圆点呢 要回机械圆点 回机械圆点呢就是点一下这个圆点 X轴 点一下它会回到机械圆点的位置 回到机械圆点以后 它这个圆点的右上 右边这个灯就会亮起来 变成绿的 然后Y轴 Z轴 回到机械圆点的位置 注意到Z轴回机械圆点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它那个 把它锯的锯头 要转到 转到右边 转到这个中心的右边去 然后才能回机械圆点 在左边不行 这样回机械圆点它就自己 回到机械圆点 回到机械圆点以后呢 咱们就可以上料加工 找一块木料 然后咱们把这个料 拆好 沾一块木料 然后咱们把这个料 拆好 好 贴定拿满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 这个压料部分 这个压板 来调解一下 让它能把它 把这个木料压死 下下 下下 调这个压板呢 咱们就是 把这里 压板的这里 都有个螺丝 把这个螺丝松开呢 这个压板就可以上下移动 调到这个 马上就要压到木头的这个位置 然后把它紧住 这以后呢 如果是不同的木头呢 这个地方需要 以后需要调节的都是 这一个的调节呢 和这个是一样的 把这里螺丝松开 松开以后呢 它就可以移动 放到 马上就要压到木头 放到木头 调好压板的高度以后 这个把压板的左右 调好位置以后 把这个 这里这个 滑块上的这个螺丝紧住 紧住 它就不能左右移动了 紧住以后呢 它就不能左右移动了 那一个 另一个的调节呢 和这个是一样的 不要用太大力 不要用太大力 倒好 然后把这个 把这里这个加料 加料的这个部分呢 然后把它关闭 把料加好 如果木料过短呢 压料呢 就不要了 如果木料长呢 就需要把它给压料打过来 然后把压料器放下来 轴都回到机械原点以后呢 这个要保证这个X轴原点 Y轴原点 Z轴原点 这里的都是绿灯 不是红灯 都是绿灯 这说明呢 咱的锯床呢 就是有这个机械原点的 有了机械原点以后呢 咱就需要对刀 第一步呢 操作 咱需要加点文件 文件 载入 计代码 载入计代码 然后找到呢 咱们要加工的文件 咱们做好的加工文件 咱们现在先加工这一个 打开 打开以后呢 在这个图上呢 就会出现一个 预览的图 咱们要聚 聚切的这个预览图 预览图现在是加工10个 有了这一个预览图呢 咱就是相当于咱们聚的时候呢 聚它就会沿着这条预览图走 走的就是这个形状 第二步 咱们就需要把这个锯呢 对上去 把对锯呢 咱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远点的这个角 对到这个锯的锯条上面 好 这里再往里租一下 再走 好 要夸了 回来点 好 这个位置 对呢 先对到这个位置 再到软件上 软件上这里 这里的 运动模式 运动模式 有连续 有不进 有连续 有不进 咱们可以先 点模式 可以切换 切换到连续 或者是不进 咱们切换到不进的模式 然后这里有不锯 不锯的时候 点一下 咱们可以输上不锯 输上25 先输25 输上25以后 咱们让它 往右移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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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具体是2公分5 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咱们的圆点 对完圆点以后 咱们把这三个 三个轴全部清零 这里 X轴可以清零 Y轴也清零 清零以后 咱们就可以进行加工 加工 加工的时候呢 这里是加工的速度 咱们可以先放慢一点 这里放快 这里是加速 这里是减速 减速加速呢 这里会进给的时候 它这里会显示数值 2000 2200 2400 这里会显示数值 到时候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调节速度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先把锯开关打开 打开的时候呢 它不转 为什么呢 因为是锯保护开关开的 可以把保护开关掰过来 这条运行平稳以后 咱们就可以开始了 点这个开始 它就开始加工 这段时间 就会把锯�0 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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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锯条中间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呢 咱可以把它暂停 刚才我已经点了暂停了 点了暂停它就会停到中间 停到中间以后它可以点反向 点了反向以后它这个锯条就会沿着锯套 退出来了 退工了 锯条退出来以后呢如果想继续加工呢 就直接再重新点开始它就可以继续加工了 一个地方 锯条卖 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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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开 好 我们的机器需要做到一些保养维护 第一呢咱们加工的过程中需要用到吸尘 吸尘的口是接到这里的 需要用到的是100的吸尘管 然后咱们需要加油 加油呢咱们有专门的加油器 加油器在这个距离山的后边 加油器在这里 加油呢咱们可以把上面的盖子拧开 然后往里边加油 加油的时候加的是润滑油 机油都可以 第一的是加油的时候不要加满 加到四分之三左右 加到这个整体的油箱的容积的四分之三左右就可以 不要加满 然后加上油以后把这个盖子拧紧不要进灰尘 每天呢工作结束以后 把这个把这个开关可以按几下 是手动的按几下 按了几下以后呢 它就会油就会沿着这个油路 进入我们的每机器里边的每一个滑块里边 注意保养 骨森束控曲线锯安装调试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使用本公司产品 骨森束控结成为您服务 谢谢 谢谢 가운데 谢谢观看